今天做一样无聊的东西 买了粗河粉 做什么呢?就不是炒河 我想试试用河粉当成肠粉那样吃得不行 我也是用甜酱、麻酱、豉油拌它 都蛮无聊的 这里5元 5元肠粉也是差不多的份量 所以真的很无聊 我都会用水沖一沖 腸粉和河粉有什么分别呢? 摸下去都知道 有些腸粉就只放尖米粉 磨浆就完成了 河粉就加多了一点点东西 当然每间工厂出的都不同 但主要来说都是米浆 沖了油不要太肥 基本上是熟的 我就当成肠粉这样蒸热它 蒸热它 蒸热它 蒸4-5分钟 都蒸多久 因为我发觉河粉 硬的腸粉很多 腸粉是软奶奶的 河粉硬滑滑滑 一会儿看看 都四分钟了 都软了 好了 接着 按照版煮碗 就加些甜酱 为什么要这样加呢? 因为我拍片而已 不是拍片而已 我真的不会这样加 真的好无聊 真的很无聊 加少许醋 最好是有甜酱油 加少许醋 加少许麻油 有芝麻就好了 可惜没有芝麻 最后又是拌坏它 不知道好不好味道呢? 视频师你试一下 好的 粉的质量如何? 可以 又不是软薄薄 好像 普通的可粉就是 可粉的样子 不像吃腸粉吗? 有点像 有点像吃腸粉 是不是很多鱼无聊? 不,我觉得挺好玩 你自己试一下 这个粉更硬 都挺好吃 可惜我这个酱 可能不及到街边的 街边的酱 自己搅碎搅碎糖 真的 在超级市场买的 一柱柱的 是不能相比 听闻说它们搅碎糖 不知道搅什么 下次我会加些 有些葱、咖喱虾米 可能有不同食法 大家可以一试 蒸4至5分钟左右 想想5元肠粉真的没那么多 可能要7元肠粉 5元肠粉就等于7元肠粉 自己想吧